再来看到希望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花莲农改厂是针对县内包括洛神花、山苦瓜等特色作物 研发加工技术 并在今年签约将技术转移给富里香农会 共开发了四款的特色养生茶饮 终于是上架开卖了 希望提高农特产品的附加价值 花莲农改厂针对县内包括洛神花、山苦瓜等特色作物 研发加工技术并且在今年签约 技术移转给富里香农会 总共开发了四款的特色养生茶饮 终于上架开卖了 共开发以在地特色作物为主的四款 汉方养生茶饮 主要的用意还是在推广农产加工 改良厂最好的东西寄转到我们富里来 我们的汉方富饮对不对 当然不能讲说这个吃了以后 可以治病啊可以干嘛干嘛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技术来的汉方富饮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是抗病毒的 四个技术过来的都有它特别的用意 而这也是过去主打近百种国产米粮加工品的富里香 农会直销站 向花改厂取得制成授权之后 首次推出的汉方茶包 先透过在地绿色的照顾站 与家政班系统多元应用 协助未来拓展通路 也使地方受益 记者高雄雙富里香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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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